来看到去年3月热闹东宫的台中全员堂厂停车场 原地是年底要完工的 但没有想到过了快一年了 现在现场还是杂草重生 事业员陈雅辉就要求市府尽快来披荐 那么停管处是回应了 因为施工的过程呢 发现竟然是有大量的废弃物 工程被迫停摆 那么4月将会在办理招标 去年在交通局长带领下台宫东吐 但没想到过了快一年 却还是这个画面 东区新屁 全员堂厂停车场 去年3月热闹举办开工 预期年底完工 如今却还是杂草重生 附近居民相当气愤 车主也太多没地方停 就把它退去 把它坦平了 可以放车就可以了 不要这么浪费地啊 因为它可以立法 在这附近有比较多的人 它很方便嘛 不要走太远 就可以在这边散步 空气又好 民众越讲越激动 原本期待的地方建设 却已拖再拖 实在让人搞不清楚 一个平面停车场要盖多久 甚至被施工单位开挖 土堆得像山丘 远看就好像一座墓园 居民起扑扑 市议员陈雅慧到场关心 期盼是否可以给个说法 争取下来了 结果也跟周边的这些住户 都讲了说 我们未来这里有一个平面停车场 那也是 而且他们设计 当时是设计的非常漂亮 说你还可以在这边散步 所以大家是 盈盈期盼这个停车场的到来 那周边的住户后门也说 我打开就是一个 一个小型的公园可以来走路 可是你看那荒废了一年 结果还是一样看到都是 这些废土 所以希望说市府团队 我们应该是加把劲 不要说动土的不能开工的我来开工 结果完工是谁要来完工 全员堂堂停车场 它是我们本处与国产署合作批减的案件 那因为在去年工程进场施作的时候 发现我们基地内有 那个剩余土石方夹杂了大量的废弃物 那经本处多次与国产署的协调协调为果 那因为清理费用过于庞大 那所以我们原来的施工厂商 就没有意愿继续承烂 进而提出了终止契约 那本案目前已经责成 我们的设计单位重新调整设计方案 那并提送修正后的预算书图 预计在今年的4月份 会重新上网招标 新闭工程师重新贬列预算及招标 听管处强调动工前将定期派员维护基地 给居民一个干净的事 üst进三是指数 MEW programmes 为后 要达码 木 There's the 原来的 具有 确实 但是